HELLO 各位YOUTUBE的觀眾大家好 然後這次的話是清零洛杉磯現場去BRISE.COM 那我們這次呢有拿到橘色的證 這個是媒體證 上次不一樣 上次我拿的是選手證 雖然是輸比賽的 但是能提到的興趣也是服啊 然後昨天為了拿這個 我走錯了一個線 因為我們去拿票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說跟著藍線走 然後我就真的跟著藍線走 然後我就跑到那個玩家區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欸我怎麼跟大家的顏色不一樣 然後結果是我走錯了 後來我跟另外一個YOUTUBER 也是跑去那個 跑去換證 直接換了 好啦這次主要派裡面的目的呢 是開一下 我們這次拿到的 有掉了 去年是送箱子 今年是送比較實用的背包 然後它裡面會送 像是這個 盒丸 然後 這個的話應該是吊飾 然後裡面用風管飾 之前我去 美國看比賽的時候 他們現場有賣 然後 我買了 但是我沒有猜 我就放在那邊也不動 深灰塵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這次的 掛在背包上面的吊飾 包裝很精美 那我覺得我不要開 這個我就不開 因為這個裡面都長一樣 那這個 現場有賣 有不同種的 pink pack 這一次有奪命女 然後看到 星海的角色 還有抱拳霸的 薩羅姆 帥 帥 這次的包包呢 我覺得它外型很酷 跟 跟去年 他們賣的 20週年紀念包 版型類似 但是它沒有前面的 前面的沒有 一個可以使用 那它的logo相對 較大一點 而且擺明的就是 來衝著Brizzar Com 然後後背的設計的話 這次弄得比較緊實一點 然後也比較靠背 內裝的話 它少了一層 它少了一層 然後 20年版的 它 是比較實用一點 因為它這邊還有一個夾層 然後這個夾層通常我是 比較偏向 我可以把筆記型電腦 直接放到裡面 超級方便 然後 順便一提 這台筆電是 華碩 華碩 華碩借的 然後它型號是ROG Strake Scar 那 我借的版本 是1060 然後它有分兩版本 是1060 1070 算是滿 中高階的筆電 然後 我覺得它最帥的是 它外型 它外型的那個西風之神 一樣 因為我是很喜歡西風之神 可是因為它的價位的關係 其實我沒有辦法下手 但是 這一款的話 就滿有機會可以入手 重點是它的紋理 它是做成那種線條型的 流線型的 帥 真的帥 然後 我剛剛還有偷打一下鬥陣 我昨天有開台 但是 只開一下下而已 然後再來一個好處呢 它有120Hz 所以對於玩設計遊戲的玩家來說的話 算是不錯的 小小工商 然後我在那邊預告一下 因為我還沒買周邊 然後我會再開一個 開箱影片 然後第二個呢 是 11月4號 早上11點的時候 我會在暴雪 鬥陣特工試玩區 那邊開台 我會開兩個小時 然後會主要試玩新的內容 那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可能 新角色 已經出來了 但新角色是誰 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先知的告訴你 十之八九一定輔助角 然後 如果不是 就是防御角 這兩個選擇 當然 攻擊角也是很開心 當初我玩球王的時候 各種槌 然後他下掉之後 他就被 冷凍了 然後 球王下掉也是跟這個 瓷杯的版本一樣 因為 你衝進去 你吹死一個 然後他附起來 你就死了對不對 可是 PER瓷杯有更新 那我們還不確定說 未來是我們怎麼樣變化 好啦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那 之後可能會拍點影片 但不一定剪得那麼快 因為我 我現在是比較專注於在Twitch實況上面 那YouTube的話 最近會開始放比較多鬥爭影片 因為 我當初在等 第一個是賽季末 然後第二個是 在等新角色 回國之後PDR伺服器 照理說是會上新角的 去年 派引就上了 那今年我覺得也是慣例 11月7號 PDR伺服器 應該有機會玩到新的角色 好啦 這邊 進拍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留意我的Twitch頻道 然後我最近的話 會在現場那邊開台 可是 我那邊的網路 實在是爛刀爆炸 我飯店網路的話 上傳下來都是四十幾枚 可是 到那邊 我就跟廢人一樣 打大如實還可以啊 開實況 就有點抖啦 好 謝謝大家 好